雅丁機場30號發生了爆炸和槍擊事件 至少有16個人死亡 60個人受傷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一架載有夜門新政府官員的航班 正從沙烏地阿拉伯返回夜門 但是就在飛機抵達的時候 機場隨即發生了爆炸 並傳出了槍響 由於爆炸離飛機有一段距離 目前還沒有聽說有新政府的成員 在這一次事件中受傷 政府成員也已經被安排到 總統府避難